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,很多城市交通设施逐步完善,现在,已经在高铁事业上取得如此成就的祖国,开始把重心慢慢,转向于最快的交通工具建设,机场,很多城市都开始修建机场,实现地级城市全覆盖。 河南有这么一座三省交界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,即将规划新机场,没错,它就是安阳市,位于河南省最北部,地处于,近,继三省交界处,西以太杭山,东眠湖阳,北厄邯郸,南夷银,新乡,安阳历史悠久,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,最古老的城市,先后有商朝,曹魏,后兆,染魏,前燕,东魏, 北齐等七朝再次建都,有七朝古都之称,安阳市与金济三省交界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,经金济城市群最南部城市,根据城市规划需求,将新建安阳民用机场,机场兴职,为国内支线机场,长职位于安阳市汤阴县葡道乡阿港村附近。 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,安阳旅游资源非常丰富,其著名景点殷墟,中国文字博物馆,红旗渠,马市庄园,园林等。